第二百二十六集 秦凤卿健壮小声道 今晚跟着我 咱俩去干点大的 打三品没意思 战力品不多 干就干四五品的 干死了一个 顶得上好多个三品五成 一上去就开大招 爆发个二三十次 四品也得想办法打 我蓄力一刀干死他 方平吐槽道 你真以为我气血消耗 是凭空来的 也需要弹药资源的 五五分如何 滚 辞料不能再少 我也不是没干活 方平想了想到 我觉得多杀一些三品 比杀四品更好 中品五者难杀 我就算能报 你呢 你一刀耗空了气血 还能继续啊 白痴 秦凤卿骂道 杀一个四品 顶得上十个三品 你以为呢 有这么多 废话 他们的能量心脏 就值一大笔钱 一颗四品的心脏 能换三百学分 这么高 方平还真不知道这个 文言忽然肉腾道 五品的呢 看等级 巅峰的价值 一千学分 方平忽然骂了一句 脚王林的那头金狮子 吃了他多少好东西 不过很快 方平忽然想到了什么 之前他也拿到了 一颗四品的心脏 也没给他增加 多少财富值啊 是因为这玩意儿 其实不值钱 还是因为 从人身上扒了下来的 气筒不给计算 方平有些不太清楚 只能回头再尝试了 也许是因为心脏这玩意儿 无法去评估价值 换成学分 大概就可以了 方平现在也搞不懂 系统怎么算的 只能忽略了过去 至于秦凤卿的提议 到时候再说 另外这家伙 现在还是三品巅峰 真够慢的 希望城内 人人都有任务 在这儿 除了军部的人 也没有普通人存在 哪怕在城内做生意的 其实也是舞者 这本就是军阵 大战开启 人人都要出战 夜幕再次降临 黑夜中 不是方平这一支队伍行动 城门口 方平他们遭遇了 数支队伍 金凤卿一边跟着队伍走 一边低声抱怨道 不进四品 不催泪内脏 就无法瞑目 跟近视眼似的 看个十来米 这大晚上丢了 都不知道往哪边跑 闭嘴 小声点 前方的带队导师 是武品巅峰的强者 低声呵斥了一句 秦凤卿善善 走了一会儿 又拉着方平道 其实跟着大部队行动 赚不到什么好处 小方 考虑考虑 咱俩杀到天门城后方去 方平头疼 你化劳的怎么这么厉害 比我还化劳 在天门城全军出洞 后方人少 杀到他们老巢 赚一笔大的 宗师都不愁了呀 我告诉你 上次我和王静阳那小子 去干了一笔 深入敌后 你知道吗 捞了一笔巨款 一颗拳头大的 修炼能源石 一斤重 能源石都是按照 克莱计算价值 秦凤卿直接来个一斤重 方平瞬间转换了过来 一万五千学分 差不多四五亿 真的假的 当然真的呀 不过王金阳那王八蛋不是人 他说他处理大 一个人抢了一大半 就给我留了一小半 那你才三品巅峰 滚蛋 你知道个屁 我买了一把B级大刀 花了一半了 剩下的钱也都买单要了 修战法花掉了 别看我三品巅峰啊 一个打你五个 继续吹 我一个打你五个 你信不信 撤蛋 金凤卿持之一笔 炫耀道 老子一刀斩出来 巅峰爆发五百卡 四匹也得死 你觉得你气血恢复快点 就能挡得住啊 另外我跑得快啊 你躲都躲不了 一刀你没死 两刀你必死 接着吹 你一个三品想杀我 六品都杀不了我 那是人家蠢 大概被你忽悠了 没一击比杀 换成我 哪给你跑路的机会啊 说的跟真的似的 回头找你单恋 谁怕谁啊 对了 你这么有钱啊 上次还借我三百万没还呢 啥 秦凤卿瞬间茫然 我借钱了 还借了你三百万 我怎么没印象啊 前方的导师们都想吐血 这俩家伙 去郊游的吗 去搏命啊 一支三百人的舞者团队 他们这边学生家导师 也就百人左右 怎么就想着要深入敌后了呢 五十里地 这些人也不和方平那样 疯狂消耗气血 赶路赶了接近两个小时 才抵达了目的地 导师们脸色都比较正重 其他学生也都一脸严肃 秦凤卿严肃了三秒 突然垮了下来 小声道 老师们 六品的你们一定要挡住啊 我真的打不过 四五品的放一两个过来 我觉得可以砍死 带队的导师头疼欲裂 扫了秦凤卿意 忽然道 你和方平 你们俩单独行道 别和其他学生在一起 不这么安排不行啊 这俩二货在商量着干四五品 其他三品学生可没那个能力 一旦被他俩 真引来了几个四五品 那遇到三品的学员 几乎是秒杀 当然学生当中也有几个三品精的强者 不过战绩比起杀四品的秦凤卿 几杀五品的方平 差了不少 三品高段战巅峰还行 遇到四品就麻烦了 秦凤卿洗行余色 连忙点头 方平却是懵劝 我没说要和这家伙一起行动啊 我准备杀那些一二三品的 几草成多啊 三分钟后行动 不管杀了多少 十五分钟后 或者我们安排撤离 马上统一撤退 明白吗 明白 进入营地 三品精统一行动 你俩除外 我们寻找中品武者 记住了 除非战死 否则所有老师 不许让任何中品约接 带队导师的话语 充满了冷力 其他人都没吭声 这是惯例 也没必要去考虑太多 方平再次心累 很想说一句 我不和这家伙一起行动 时间一点点流逝 武者们对时间的流逝 还是有概念的 差不多三分钟一到 导师中 有人弯弓射箭 凶凶声滑破天际 营地外围的几位武者 瞬间被长剑射中 击杀当场 杀 长剑射出的同时 其他人纷纷冲出了原地 习向对方营地 方平愣了一下 这么干脆 秦凤卿边冲边倒 上啊 看什么玩意啊 当武者傻子不成 咱们这么多人 一靠剑 气血就都泄露了 西营到最后 还是靠硬实力 只是占据一点主动而已 有中品武者坐镇的营地 想进去暗杀 除非你实力比他们高得多 要不然杀了一个 马上就会引起注意 武者夜袭 主要还是排除 一二品武者的作用 夜晚中 一二品武者 难以看清 几乎就是被屠杀的面 我去 我以为 方平无语 我以为是暗杀一些 然后被发现 然后再交手的 现在完全不是 自己想象的那样 那边正跑着 营地中的武者们 也瞬间反映了过来 大战在即 武者们也都保持 随时作战状态 傻子才会在这时候 睡得相挺 导师中 有人会攻术 射杀了守门的一些武者 眨眼的功夫 就冲入营地 和对方冲出来的中品武者 纠缠在了一起 方平稍微跑得慢一些 等冲到了营地口 就已经出现了伤亡 魔舞的一位武品巅峰导师 手持长斧 一斧头横扫下去 便将四周几个三四品武者 切成了两半 等哥 另一位武品导师 吼了一声 其他各自作战的导师们 牵引着对手 瞬间往深处冲去 金凤青随手一刀 将一位三品出段武者斩上 看向方平吼道 看毛线啊 中品都被带走了 吴老师一打三 咱俩引一个过来上 方平有些手忙脚乱 其他三品的学生 此刻也纷纷和营地中的 三品武者交手上了 方平和秦凤青这边 虽然也有人围攻 不过秦凤青的确不弱 杀起这些人来 几乎都是一刀毙命 之前方平觉得乱 可实际上 真正教授却是乏而不乱 导师们牵引着对手往深处厮杀 学生们则是在外围厮杀 不过也有不守规矩的 营地的中品武者比导师们多一些 有人不甘心被牵引走 脱离了战圈 想要往外围厮杀 结果那些平日看起来还算和善的导师 此刻个个都发了疯似的 有些导师一个牵制了好几个敌人 就是不让他们脱离战圈 这 这才是咱们的导师 方平喃喃一声 手上动作确实不慢 一刀劈砍下去 将一位乱窜的二品武者斩杀当场 剑方平好像有收拾战利品的欲望 秦凤青怒道 剑杀光了再剑 剑中品的 或者三品的 一二品的都是穷鬼 十五分钟撤离 你速度点行不行 我 我没说和你一起相动 方平也叫驱 这还赖上我了 秦凤青干脆不理他 冲到了前方吼道 吴老师 放一个四品过来 他喊的那位导师 此刻也被三人围攻 打得节节后退 文言也不废话 直接避开了其中一人 让那人有机会脱离战圈 那位地窟舞者 确实不如他意 继续围攻他 秦凤青也不废话 冲上去 劈了对方一刀 接着迅速往回跑 大喊道 方平 方大招 砍他几十刀 方平真想吐血 你到底在干嘛 秦凤青才不管方平乐不乐意 你五品都杀了 杀个四品 没难度的 怕什么 方平再无奈 此刻到处都在厮杀 总不能真的让这家伙 冲入三品悬园中吧 秦凤青刚从他身边跑过 方平低吼一声 踏步上前 举刀便劈 当当当的巨响声不断传出 冲来的那位四品舞者 低吼一声 也爆发全力 一刀将方平劈退了几步 方平不管不顾 迅速上前 举刀再度劈砍 按照他这样的方式 想杀一个四品 那得等对方气血消耗的差不多了 结果两人正纠缠着 刚刚不知道跑哪儿去的秦凤青 陡然从方平身后跃出 看我刀皮划山 秦凤青抱吼一声 大刀血芒浓郁到了极致 这一刀极快 快到方平都有些没反应过来 对面的那位四品舞者 脸色一变 却是来不及后退 刚听到声音 声音未落 秦凤青一刀从他臂膀上划过 斜着将他切成了两半 喘着粗气 秦凤青笑道 说法 出刀就行 方平 就这么干 他还在说着 方平已经蹲下身子 手快到留下残疑 将对方摸了一圈 身上的东西 全部摸到了方平怀里 你挖心脏 我不挖 方平显恶心 也不动手 秦凤青无语 你手速这么快 出刀怎么那么慢 想归想 秦凤青干这事 也不是第一次 速度飞快地处理好能量心脏 这家伙腰间绑着个皮带子 极大 塞进去熟练至极 两人几乎是瞬间杀了一位四品 也引起了地窟舞者的注意 下一刻 两位四品冲出了导师们的战圈 杀向两人 秦凤青脸色微变 喊道 老师 多了 人群中正在搏杀的导师们 不知道谁吼着回复道 先拖着 这些家伙有点能耐 扛不住了 秦凤青无奈 二打一输他 一对一 那就不输他了 方平其实比秦凤青好受得多 剑状横刀道 一对一 你先弄走一个 要不两个都给你 滚蛋 秦凤青骂骂咧咧说了几句 却是持刀上前挡住了一人 方平也迅速迎击一人 也不废话 上去就是连斩爆发 爆发了一次 不给对方喘气 方平继续爆发 这边方平正打着 秦凤青忽然跑了过来 大喘气道 换一个 你干他 我 方平都想破口大骂 这王八蛋 捡我便宜 三七分 秦凤青吼了一句 方平这一下子没意见 瞬间和秦凤青交换了对手 结果换了对手 方平四连斩 刚斩下去 对方忽然不见了 下一刻就出现在了秦凤青的头顶 秦凤青吼道 蓝哪 方平脸色微微凝重 脚步踏空 横刀拦腰斩向对方 结果对方再次闭了 一眨眼出现在了秦凤青的身侧 正在抵挡另一人的秦凤青 都快哭了 手忙脚乱地避开了对方 恼火到 你动作太慢了 他太快了 方平也无奈 对方不和自己应对 而是一心袭杀秦凤青 我能怎么办 换回来 不然得被你害死 秦凤青无奈 方平速度比他慢 起码出刀比他慢 根本挡不住那人 再这么下去 真要被害死了 方平也没意见 再次错位 和秦凤青换了对手 换成了之前那人 这次方平动作就不慢了 低吼一声 方平也不在乎 消耗多少气血 举刀就是屁 对面的那家伙 速度没之前那人快 也避不开 只能应接 再次劈砍了数十刀 秦凤青手忙脚乱地 格挡另一人的进攻 一边跳着躲避 一边喊道 你再给他来几架狠呢 我趁机一刀劈死他 不过我劈死他 也得被这家伙刺死 你得帮我挡着 我挡不住 蠢货 你速度太慢了 不对 你跑得不慢 出刀太慢了 懂不懂刀法呀 爆血狂刀 也算快刀 用心出刀 感受对方的行动轨迹 别老是直接批人家武器 方平这家伙 出刀真的不够快 真要够快 对方根本没时间 持武器格挡 诡计 交手的时候 气血波动 有诡计的 有心感受 方平眼睛一亮 用什么心感受 我倒是忘了 我精神力可以感受 能量粒子波动啊 太慢了 我餐压 it 你不贵 你不贵 我 放下来 Jesus 奇迹 带来